攻擊他 喔齁齁齁 欸 左右護法喔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金喔 我是老頭Allman 歡迎回來普羅米修斯的模組 水晶島 上一集呢 我們介紹了我們這個 呃 麥克 裝甲麥克這個機械模組喔 個人覺得是超酷的 然後呢 今天會回來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啦 就是我們普羅米修斯更新了 然後更新了一些小小的東西 他大概這次更新 呃 離我上次玩完到現在大概更新了差不多 三次來兩次吧 那我跳不進去 表示有點難過 然後更新了之後多了一些 呃 恐龍 新的恐龍啦 還有新的Boss也接二連三都放進來了 但是 我是沒有整個全部把它看過啦 所以說呢 就是變成是說 我不想要先知道 我想要先慢慢探索 等我遇到的時候 我再去研究那隻 新的恐龍是什麼 好不好 那麼呢 這次的改版呢 也多了一樣新的東西 兩樣新的東西 就是呢 他多了這個麻醉箭矢 跟這個麻醉針 然後呢 威力是如何呢 我是不想做測試啦 因為再怎麼搶也沒有比我手上這把搶啦 好不好 手上這把是額外模組裝進來的 所以說我還是打算沿用我原本的就好了 不然的話 抓這些恐龍不知道抓到民國幾年啦 如果你們想要剋那一點 你們就使用 使用普羅米修斯原版的吧 好不好 我還是照樣用我自己原本的這個麻醉槍就好了 然後呢 記得上一集我們這個 這個裝甲麥克齁 他上面那個頭盔沒有找到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說可能是要等更新或是什麼之類的有沒有 後來我現在上線看他還是沒有出現 我是嚴重懷疑可能是裝其他模組把他的那個藍圖給蓋過去了 什麼叫藍圖蓋過去呢 就是呢 你今天裝了一個A模組再裝一個B模組 他會把A模組的某一些的藍圖給蓋掉 就導致他說沒有辦法顯示在工作台上面 這個是會有可能發生的喔 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喔 所以說呢 我想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說沒有辦法把頭盔給做出來 但是呢 老頭呢 委託了哥們 弄了這個頭盔出來了 老頭委託了哥們 沒有我在學熬廠長不要理我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熬廠長 熬廠長很喜歡委託哥們 我也委託了我的哥們 把這個頭盔給弄出來啦 結果套上去之後呢 我發現其實還蠻酷的 你會發現我現在沒辦法移動是因為我現在負重太高了 然後機器人也不能點負重 所以說我們先暫時就靜止不動 然後你看到他頭盔戴上去變這個樣子 那如果把他拿下來呢 你會看到後排少了一點點 然後把他裝上去 後面多了一樣可以套頭的一個工具 然後如果你按Q的話呢 他會直接套上去 有沒有 超酷的有沒有 可是我不知道這有什麼功能啦 夜市的功能吧我想 可能是夜市的功能也說不定 然後一樣是可以開槍 是不是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今天呢 就一樣稍微去外面探索 因為多了很多新的恐龍 新的普羅米恐龍 然後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我們先稍微傳一個 先稍微傳一個 去中央島看一下好了 好 我們去中央島看一下 稍微探索一下周遭 好 我們到了 我們先把一下我們的血條計量表也叫出來 這樣子我們才知道哪邊有什麼嘛 看一下到底多了什麼東西啊 據說有多了 巨池虎的 泰克 不是泰克 巨池虎的普羅米修斯 還有阿根廷的 其實我比較想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 阿根廷飛起來比較帥 我就這麼覺得啦 老鷹嘛 對不對 兩千年後 哈囉各位兄弟們 你們沒有看錯前面有一隻 很神奇的霸王龍 我的天阿 這什麼東西阿 難道都是這隻新改版的新東西嗎 有沒有看到這個霸王龍上面架著一個奇怪的砲台 然後上面有一隻好像是水塔燈在那邊 跳舞的感覺 電子花車喔 這實在太扯了吧 你看看 這到底是怎樣阿 一百等的霸王龍 有暈眩子 然後 上面那一隻 他們是一體的嗎 這到底可不可以暈阿 好酷喔 小時候看可不可以逛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還真的有耶 應該可以一級暈吧 不管我們先試試看好了 怎樣阿 電子花車霸王龍 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水塔在那邊跳舞 有沒有 這血量七萬五 沒車到 有耶 暈了暈了 一級就暈了 我們來抓看看好了 他應該跟一般的普羅米一樣是吃那個 很詭異的東西 普羅米的飼料 剛好我這邊一大堆 純的 唉 不用我身上就有了 你看 他已經暈了 這隻水塔還在那邊跳舞 唉這水塔好可愛喔 頭上戴這個皇冠在幹嘛 水塔之王嗎 我的天阿 還可以餵死 來我們來餵他 起來 Yes 馴服了 這個要鞍嗎 這個要鞍耶 我有沒有鞍阿 我記得上次我做一整批所有霸王龍的鞍 唉不是 所有恐龍的鞍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 沒有喔 唉不對 應該殺暗這樣子 有對應的嗎 我記得我有做阿 這個是與鞍龍的 霸王龍是哪一個阿 我來看一下喔 霸王龍的是哪一個 這個不是的蒙馬像 怎麼辦 好像我沒有耶 要把他們帶回家嗎 我好像沒做耶 唉我真的沒做 尷尬了 算了 那我們把他們帶回家 我們來做一下鞍好了 來我們來試試看 在哪裡阿 我不是已經拉了嗎 唉 不能上去 進級的 阿 這個不行 唉 唉 不同款嗎 大大我都已經做出來了 你現在不讓我上去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A D B A C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這個鞍好了 A A D B A C 啊 是這個啦 我做錯了 我做錯了 他的鞍跟一般的鞍不一樣 這霸王龍普羅米有兩種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這個 YA 上來了 好可愛喔 前面那個還真的還在跳耶 哇超酷的 這個走路好慢喔 怎麼可以這樣這麼慢呢 右鍵 右鍵噴射死亡火焰 左鍵 可是沒有敵人給我打阿 移動速度也是很悲催阿 左鍵 他不能進化阿 他沒有進化能力 哇靠 你看他上面還背子彈是怎樣 11鍵是噴火 AK10力都沒有用 所以說上面那一隻 在頭上跳的那一隻 根本就是在表演的嘛 不是在表演的 根本就是在那邊 狼狼就是在那邊打醬油的 來我們來看看這一隻 FIRE 炸的到嗎 炸一下好了 快點再讓我炸一次 我這次一定要瞄到你 打錯邊阿大哥 這個威力到底是如何阿 試不出來 靠北打太遠了 會不會打到自己家裡 自己家裡就這樣毀了 有沒有 射 沒動 再一次 後退一點 沒傷害 太棒了阿 這在玩什麼東西看沒有 不過他一般的搖有5萬 也有3萬 還可以阿 缺點就走路太慢阿 這什麼爛東西阿 打BOSS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突然覺得還是 還是南方巨收人比較強 他這個火焰也燒不太到 這在燒什麼 燒金子阿 我剛才打一下海底生物好了 炸到嗎 一樣是沒傷害阿 到底怎麼判定的阿 好吧 這是一個裝槍做事的霸王龍 實在還蠻弱的 虧我還 虧我還 虧我還對你滿心期待這麼高 果然 果不其然 一樣是裝飾品 我們決定 我決定把你帶回去了 我們再繼續探索好了 哈囉各位兄弟們 我們要來到了這個沙漠地區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普羅米的馬兒 普羅米馬兒看見了沒有 在那邊非常的 非常的歡樂 又是一隻獨角獸 普羅米 普羅米獨角獸在那個前面 看見了沒有 血量36000 攻擊力340 什麼都顯示出來了 1470 1740 陰炫子 這隻的話 我看官網好像是寫說 他不能用陰炫訓 他要用最基本官方的訓服手法 就是呢 把那個道具籃的那個靈 放上他們想要吃的食物 然後之後靠近他們就可以馴服了 不過他好像不是吃火蘿蔔 他跟一般的普羅米是一樣的 是吃這個 好不好 我們廢話不落的時候 我們就前路看看吧 千萬不要讓他發現我 讓他發現我的話 他可是跑超快的 看到馬兒就是這樣 腿力超強 立馬就直接把你撞飛 好我們現在 盡可能的往前走 盡可能的往前走 可是他一直在轉彎 我們要從後面鋼他 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的 把那個普羅米的飼料 直接塞到他鋼門裡面 然後就被馴服了有沒有 沒有啦 不要亂寫 我亂講的對不起 他一直在轉彎啦 這傢伙我一直在轉彎 我完全沒有辦法從他後門進入 不管了 趁現在他還沒轉彎之際 你看他霸王色霸氣多強 輕輕一走而已 那個樹就倒了 這個氣場多厲害啊 所以說我們還是千萬不要驚動他好了 只要驚動他 就沒完沒了 覺得是被他撞死 他光光輕輕一走 旁邊的樹就暴斃了 然後我要怎麼抓他呢 我的飼料都準備好了 你不讓我靠近怎麼回事 快啊 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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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nice 輕而易舉有沒有 因為我有調倍率阿 哈哈哈 你們倍率大概調20%吧 所以說呢 基本上就是抓一般的這種 像是官方的這種 這種古代馬 你只要餵他吃紅蘿蔔之後 你還要親自在他的馬 還要親自上馬 馴服他才行 但由於我這個倍率調太高了 所以我只要輕輕的丟一個飼料 塞他的後門 他就很爽 然後他就直接變成我的 我的寵物了這樣子 所以說呢 如果你們要親身體驗 難易度你們可以自己調整 這個我就不再贅述啦 好 那我們現在把 把鞍放上去喔 跟之前的古代馬一樣 他是可以在上面直接做一些材料之類的 然後 一樣 就是一樣有三個屬性技能 好 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耶 這是什麼的啊 怎麼變白色的啊 誰要咬他啊 算了 給他咬沒差 反正咬不死 欸 那我們可以直接讓他在現場進化耶 欸 不行 我們沒有做核心 算了 我們先上馬好了 來吧 寶貝 我是快樂馬 馬尼亞 馬尼亞 波尼 馬尼亞 波尼 呃啊 把你撞死 哇哈哈 撞飛 哇靠我超級撞耶 呃 威 哇 這個馬尼 角力有夠強 C劍是什麼 怒滔 哇 小夥伴們 小夥伴們 欸 那小夥伴走路好快喔 小夥伴們 上 攻擊他 呼呼呼呼 欸 左右護法喔 欸 左右護法喔 欸 左右護法喔 要怎麼攻擊 我忘記了 呃 按G 欸 不是 有了 咬一下八千耶 我的天啊 太強了吧 這個如果拿來跟BOSS對打 不知道強不強喔 會不會贏啊 踹死你 還偷欸 欸 他把我的飼料偷走了 欸 我的飼料是很珍貴 你敢偷這種東西 欸 啊 屍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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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看到屍體了 我要把東西拿回來 欸 怎麼我一下嘛 我又沒看見屍體了 我是眼殘嗎 欸 他把我的東西偷走 然後屍體也不見是怎樣啊 在哪裡啊 在這邊啊 靠 他直接是那個喔 大自然的背景喔 不見了啦 哈哈哈哈 OMG 我一百多個 一百多個飼料匣醬被他偷了 然後就在他肚子裡面 怎麼辦 算了 不管了 之後再做就有了 撞死你 太大隻撞不死 你有藏過我的後腿的威力嗎 來 我們現在用後腿踢他一下好了 哎呀 抱歉 把你踢死了 哇 還蠻強的嘛 這一隻 欸 這隻真的還蠻強的欸 速度還蠻快的 超級普羅米 普羅米的獨角獸 OK 我要把你帶回家了 實在是太酷了 一沾到吃東西 我先把你們兩個帶回去好了 以防萬一 你先過來這個地方 好 就是這樣 非常好 把你們先穿走 OK 歹 歹 怎麼會有飛了阿 然後我也先回去了 今天抓到兩隻生物阿 帥氣 有沒有看見 我們抓到一隻普羅米獨角獸 然後還有一隻 很爛的霸王龍 那邊嚇唬人用的 OK 反正呢 總而言之 我們之後呢 再看有沒有辦法 再找到其他更新鮮 更美味 更 更那個 更那個什麼 更Messing 更神奇的東西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內容 差不多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一樣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普羅米修斯模組 再見啦 掰掰 YA